北京台报道 卫生部日前下发相关文件要求从今年11月开始 所有公立医院都要开展实名预约挂号服务 公立医院可以与第三方中介合作开展预约挂号 但是前提是收费不能高于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 较之在8月初卫生部出台的预约挂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 最终稿并没有大的改动 只是将预约挂号的实施时间从原定的10月推迟到了11月 另外最终稿保留了征求意见中 公立医院开展预约诊销服务 必须按照物价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标准 收取挂号费和相关费用 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公立医院不得与任何社会中介机构合作开展 向患者收取额外费用的预约挂号服务这一提法 而最终稿还明确表示 已经与社会中介机构合作开展有偿预约挂号服务 收取额外费用的要立即进行清理整改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医院可以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服务 但前提是收费不得高于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 最终稿强调的是不得向患者收取额外费用 此前北京市卫生局曾规定 网络预约挂号只能收取物价部门限定的费用 每号三元 不得捆绑收取其他增值服务费 北京台报道 现在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一张太阳系的行星位置图 其中您可以看到一颗19873号的小行星 10月7号 它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命名为陈涛星 而这个陈涛并不是什么知名天文学家 而是我国苏州的一位业余天文爱好者 陈涛是苏州盘门景区的一位普通管理人员 同时他也是相当专业的业余天文爱好者 最让陈涛引以为豪的事是去年发现的陈高彗星 这是我国业余天文爱好者发现的第三颗彗星 也是首个完全与中国天文爱好者的姓氏命名的彗星 为表彰陈涛在业余天文界做出的卓越贡献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电报中心 正式将49年前由美国帕罗马天文台发现的 编号为19873号的小行星 正式命名为陈涛星 一起命名的与中国有关的 还有李四光星 许致红星等四颗小行星 这个能够跟一些名人一起被命名是一种荣耀 小行星命名是我一生的梦想和夙愿 能够这么早就被命名觉得很欣喜吧 当时第一感觉是很兴奋 也有点怀疑 然后再看了一下具体的命名说明 才知道是专家命名了我 通过这个命名呢 我觉得体现了一个咱们国家这个天文 就业余天文的一个成绩 虽然是用它的名字命名啊 实际上也应该说是对中国业余天文界总体的一个鼓励 小行星是太阳系内类似行星环绕太阳运动 但体积和质量比行星小得多的天体 至今为止在太阳系内已经发现了约70万颗 小行星的命名权现在一般属于发现者 目前宇宙中以中国人命名的小行星约为150颗 北京台报道 体育方面 昨晚全运会的女排决赛 未免冠军天津女排以3比1击败了辽宁队再次获得冠军 首局比赛天津队各个攻击点全面开花 迅速以